Hello 大家好 我是Tiffany 很久沒拍過這些來餐廳和大家吃的影片 我今天就來做這間日本餐廳 其實沒有收錢拍廣告 就是有方便食的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方便食有關的英文 如果你帶外國人去吃 就可以說 O you can eat good day O you can eat good day 外國人就會去平均做餐 但這個比較特別的日式 所以是Japan style O you can eat good day 即是日式的飲食的 日式的飲食的飲食 記住咖啡 是 我們叫飲食的時候 有些不同的菜式 雖然通常日式餐廳 人們都說廣東話 但有時帶著小朋友去日式餐廳 我們作為家長 都想教到小朋友的食物 所以我準備了一些常用的食物 第一個就是拼盤或成合 會有sashimi的成合 魚餐的成合 這個就是platter pl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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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去西式餐廳 會說到cheeseplatter 即是芝士的拼盤 都會說的 接著就是sashimi sashimi sashimi sashimi就是魚餐 s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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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凌魚 經常說欺凌魚是打人的 英文裡有一個常用語叫Red Herring 你們知不知道Red Herring是為什麼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然後是Clam Clam有些人會譯作配 片 綁 英文裡有一個詞語叫Clam Up 它比較容易記的 Clam就是薄薄 Clam Up 即是合上嘴不說話 所以你們知道Clam就是有學過的食物 Avalone 鮑魚 Avalone 鵝肝 Gua Gras Gua Gras 這個很難讀 它是法文 再讀一次 Gua Gras 花枝卵壽司 Salmon and Crab Raw Sushi Salmon and Crab 用Sushi 上面有芥末和三文鳥 C Bars C Bars 通常就是海魚 你看到C字就知道 通常都是鴨水魚 千萬不要讀C Base 想讀錯了 C Eel 鰻魚 Nampura 天虎肉 容易的 Miso Soup Miso Soup 麵豉湯 最後一個 黑松露蝦多士 Shrimp Toast with Lank Trub Shrimp Toast with Lank Trub 我之前在機場拍攝影片 是說黑松露 你們可以去看看 很久以前拍的 今天影片開始 12月25日 在做一個慈善過程移賣 你們買過程的收益 我們喜歡把八成的收益 捐給方方Postification 去支持他們新的九場 浪漾小棧的經驗 有興趣支持媽媽救救 也有興趣學英文 記得在樓下 去WhatsApp我們 或者在商業連結購買過程 如果對於過程的選擇有任何疑問 都可以WhatsApp 和我們約一個一對一診斷 我助手就會幫你約見 讓我和你做一個 一對一的英文程度診斷 看看哪個過程最適合你 一定要慷慨解囊 支持媽媽和狗狗